等了45年大马雨潭终于等到了世上首座世界冠军 五国羽毛球男双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 今天在日本东京的世锦赛决赛当中 以21比19 21比14的比分直落两局 击败了印尼男双组合穆哈穆哈山和亨德拉 让大马第一次夺得了世界冠军 那雨潭一哥李宗伟朝野政党的多位政治领袖 都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 李宗伟说谢定峰和苏伟毅实现了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实现的梦想 同时表扬他们今天的心态和场上的状态都做得非常好 另外首相伊斯曼沙比里也在面子书上形容 谢定峰和苏伟毅夺下世界冠军 是送给马来西亚最有意义的礼物 不过有大批的网民却纷纷到沙比里的面子书贴文下留言询问 羽球男双为大马赢下了首座的世界冠军 那政府会不会在明天颁布特别假期呢 针对网民的体问 沙比里到目前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的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大马男双谢定峰和苏伟毅 在2022年世界羽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 直落两局许胜印尼三届世界冠军八八组合 苏伟毅和谢定峰在赛后坦言 为大马赢下首个世界冠军 内容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并为自己和国家感到骄傲 进击顶价维持不变 贸销部长压力山大今天在面子书发文指出 内阁一致同意不让鸡肉价格在市场上自由浮动 因此标准进击的顶价将继续维持在 每公斤九令吉四十三 更多详情 抗通胀圣战特工队将会在明天宣布 全民党主席孙伟宣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全民党和人民权力党将会在来届大选携手合作 并会在十月一号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寻求修改党章 为两党全民合作铺路 另外孙伟宣也宣布 两个月前推出土团党的拿赌国会议员莫哈莫丁 将会加入全民党